中山区通明里长苏佑平打开手机拍的照片 大约三年前这里发生火灾时 消防车卡在狭窄又弯曲的中华路 46项巷口无法进入灭火救灾的窘况 三年前我也刚当上里长一年多 在这中华路46项有发生了变现箱的着火 还有一次中华国小厨房冒黑烟 我们有通报消防队 但是消防队来了五台消防车 但是这路口46项口狭窄 进不了也没办法马上立即的处理救灾的活动 导致有一台小型消防车进来还接管线 沿路了有一点时间 因此在机动市议员张炳君和通明里长苏佑平积极争取 以及中山区公所协助下 最近终于完成46项巷口拓宽 以及周边路面铺平的工作 让消防车可以顺利进入 也保障附近居民以及中华国小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 下一个阶段就是要持续争取拓宽 进入中华国小前的台肥桥 那我们其实炳君和我们苏佑平里长 我们就允诺我们当地的居民 还有我们中华国小所有的师生学童们 我们将要来共同争取46项口拓宽 保障这边学童跟居民的安全 当然我们感谢不管是我们林游昌市长 包括我们中山区公所陈迅雄区长 还有我们蔡世英立委 跟丙君还有我们苏佑平里长 共同来去努力 现在我们也顺利的争取到46项口 路口的拓宽 以及路面的铺平 当然今天因为天气的因素 导致我们标线无法再继续画质 那我们会在天气好的时候再来去画质 同时我们也有看到 像我们的台飞桥 因为它也是比较狭小的问题 那未来我跟苏佑平里长 我们也会来继续来去争取 让我们这附近的周遭的环境变得更好 也能让我们的不管是中华国小的师生 学童或者是居民 都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张炳君指出原本拓宽铺平道路后 马上就要进行标线标志 以及停车阁重新划设的工作 却因为天气变差下雨 暂停划线作业 将等待天气转型后 会要求工程人员尽快划线完成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拜拜 谢谢观看